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上周给了我们一个 极大未知的周扬青和罗浩 罗浩因为画脸 又裂开了 裂到了 说出了一句 你明天会找不到我这样的 突如其来的狠话 有点为他们揪心 我们揪着的这颗心 能不能放下 来 周扬青 你不要拍了 我要裂开了 这太吓人了 你这只像一个黑暗的老药 上节目我觉得是 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 我们就谈恋爱 大家就快快乐乐那样的 突然被画成那样 我觉得好难受 有点恼火 我不想动了 快点 把灯关了 我求你了 我都有点难过了 不行了 因为我真的是那种很大条 我可能看不太清楚 人家情绪变化的人 忽然 他就好像变得 就是很难过的样子 他就说我很难过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可能我做了一件 就很伤害的事情 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让我看你 不要了 你快把他们把灯关了 裂开了 好吧好吧 那先不拍了好吗 你自己去按摩吧 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 你们可能联系不到我了 他应该说个气话吧 气话 气话 嗯 怎么了 是没有联系上 完了 接下不见 说了狠话还办了狠事 是这样的 想跟你聊一下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说对于录景的事情 还是对于更换好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跟他没有联络 就很奇怪 就是老实讲 昨天你看 比如说录完节目以后 他就走了 完全没有光 我说你是不是很难受 我说我想要稍微躺一会儿 按一下 然后他说那我先走了 就这样子 因为我刚开始 其实我们当当当当 我根本没发现 他是真的生气了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不行 或者这段我不能录 他跟我玩了 他也画了 而且一开始也笑嘻嘻的 说后来忽然变的脸 所以他忽然变脸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 他还在生气 就即使是这样子 我看他真的很难过 我还跟他道歉 我说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是我画的 但是他就是 哦 没事 我走了 就这样子 而且一直到现在 我们俩没有任何联系 就这样就不来了 我觉得可能是有时候是说气话 对 就是说气话 不能失联 不能失联 说 说 有什么事 说 还是得沟通 对 任何的矛盾出现了之后 联系不上不是个 就是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对 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 对 就是有什么事就说事 看一下 看一下 怎么也得解决呀 今天你还是会 联系一下他还是说 你就再说吧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现在心里有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叫我朋友一起过来 商量一下 今天气氛还是略有一些沉重 对 我也有感受到 我今天躺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 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在想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们昨天发生的事情 还有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的感情的变化 其实 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压力很大 那第二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俩去玩水的时候 我觉得那感觉我以为一度 就是要回来了 是不是会好一些 然后我就那天一整天 你能看到我状态 就很开心很开心 因为你也怕他受伤害吗 因为我就是我压力也挺大的 因为就我自己什么样都没所谓 但是浩浩他真的是为了我来上这个节目 然后他顶了很大压力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因为喜欢我这样子 我第一天录完以后 我有跟他很认真的说 我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啊什么的话 你就要不然 你可以跟我说我们可以不 对对对对 但他跟我说他说没问题可以录完 对 本来今天我们应该 我去他家他给我做饭 但现在也找不到人 就是他也没有联络我 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那种 我生气不生气都要说出来 然后我不会埋在心里 我也不会跟人家冷战 然后你有就是自己在那里自己弄 我是一定要沟通的那种人 对对对你就是这样 我现在我要帮我给他发个信息吧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 因为就至少你 你就至少 就是你得有一个解决方案吧 就是来吧 发吧 来吧 我跟他说 那咱俩晚点见面 把事情聊开吧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回来没 没回 我这现在要发呢 可以吗 可以 好 他说好 我来你家吧 都说好 我来你家吧 可以解决了 我已经想很明白人是谁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去好好做 尽量做好 别作 别拧吧 然后有问题去改 去解决 去沟通 我来了 你好 来了 晚上 晚上 爸 跟这儿聊还是求回来聊 多请 求回来 走吧 走 求回来 你要 你要喝水吗 我 我刚才是要喝了你什么 你吃饭了吗 我吃下个事都行 所以这一块他们是想要 非常地私人地去聊天 我觉得聊了一个小时 如果要是没问题 不用聊那么久 我也同意你的意见 我觉得他们两个 就罗浩浩 可能没有从 CEO的那个身份解脱出来 所以他进一步 落子下去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没啥问题 你觉得没问题 对啊 当时他俩玩的时候 就这么一件小事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 姐 我为什么觉得一个都要是长 应该是长的 真要是有点小矛盾 葫芦葫芦毛下不着就过去了 对 反正就可能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是觉得一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他们答应哪里 应该是和好了 没大问题 我觉得和好了 应该蹦蹦跳跳出来了 你们刚刚聊得怎么样了 就是觉得 还是可能 就 就觉得我们两个 当朋友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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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在就是回到 同样的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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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这样想的吗 嗯 嗯 这意思就是 结束 分手 哎呀 就这点小事儿就这样了 对 对 给我一下就整蒙了 真的 一直看这节目 他俩处的都那么好 这怎么说分就分的 上周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去划水啊一起干嘛 干什么都挺可好 开始升温 刚升温 哎 就突然断掉了这个点 两个人相爱 因为这点事儿就分手 我觉得不可能 还是这件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来 看他们怎么说 两个人不能走向这个原因 你觉得我们不能走向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还是我们两个人都会是很自我的人 然后有些东西是融不到一起的 就没有办法 然后强行 因为节目会强行我们在一起 就把所有的好与坏落在一起 就是问题 就跟我想 因为我有预感 很强的预感 这样拍下去可能 因为我没法把恋爱和 这种类似工作这样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过后 我就觉得这个 就找不到那个喜欢的感觉了 就为什么 就像你们说的 为什么他们不太像恋人 为什么他不牵他的手 因为就 我觉得在工作状态上牵什么手 就那个感觉就会产生变化 所以跟前面真的没关系 我不觉得前面都没问题 可能就即使是没有录着节目 没有这么快 这个问题出现 那可能慢慢的 这些人也还是会出现 我其实觉得 我要找的是一个 跟我在同一频道 同一世界 然后什么都很契合的人 但是 就是这段时间了解以后 你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我们两人可能有一些东西 还是不一致 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看到了一些 我们本质上存在的问题 毕竟浩浩也是一个 就是在某个领域很成功 然后 然后可能在其他人面前 也很强势的人 然后男生可能还是喜欢 稍微弱一点点的女生 然后可能稍微 比较温柔的那种女生 可能我可能有的地方 就是没有让她感觉到 像女朋友那种就 可能我们两个 关系最好的时候 就是可能在 成都我们旅游的时候 就可能关系非常地好 一紧接着回北京 可能就20天前吧 她就有很多天的工作 然后我们就 从每天都一直 24小时地粘在一起 可能粘了十多天 到一下子可能就 几天见一次 然后就吃个饭而已 吃饭之下 可能也忙工作呀 沟通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 就我当时就感觉到 怎么说呢 有很强的变化 然后觉得这种变化 是对我们关系不好的 那个时候想的是上节目 我们两个去 在节目上时间 可能就多了 把工作当着恋爱谈 这样就是满的时间 去谈恋爱 说真要说满 但是上节目过后 我们俩状态 就变得非常差了 因为 因为上节目 你要保持去谈恋爱 同时它又是 类似一种工作的性质 所以喜欢慢慢就被 弄没掉了 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天走的时候 就觉得 我怎么好像 喜欢都没了 然后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在那一刻就可能意识到 我们两个可能很难 就是完美地融在一起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 再这样走下去 哪怕是半年一年 可能迟早要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想 那还不如 早点跟他聊一下这个 但其实节目只是 把问题放大了 但是它并不是问题的本身 两个人分手 或者感情破裂的本身 一定是 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说罗浩有提到 他觉得某某工作特别忙 那其实 这个事情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觉得主要的因素是 因为两个人的事业阶段 真的是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是属于一个创业阶段 所以对创始人的心理需求是大量的 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关注度 给这个你的事业 这时候罗浩 他的事业 其实是一个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产业了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享受生活 追求爱情 那现在要面对彼此的工作了 那可能时间陪伴 这些都存在了一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其实叫舍己 这个舍己就是很重要 就是说你看你的爱的程度 那我相信他们两个都很忙 但是在这个时候 能不能牺牲掉一段时间来陪对方 你看你这一部分的可能工作更重要 还是说看这个感情更重要 我觉得他们彼此对彼此的感觉 你听着说吗 其实简单讲就是不够喜欢 就是不够喜欢 已经不喜欢了 已经开始在感觉上不舒服了 就别为了上个节目应努 为了上个节目应努 那种在爱的问题上 在恋爱的事上造假 实在太可怕了 太痛苦了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和平的分手 不是一件坏事 不是坏事 对 他对我可能没有一开始那种感情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 那如果要是没有感情的话 双方其实就没有必要在 因为节目或者是因为什么 在去应撑着对不对 所以才过今天晚上 就一起坐这里 这么干脆的 所以我就想很明白 我觉得需要结束了 没有必要 两个人就都这样子 我看见她难受我也难受 我想的感情的状态是 我的感情 我的视野是可以平衡的 浩浩可能就有时候会不太理解这些东西 在我们分手之前 我有在反思自己的问题 我想要为她改的 就是我多一些时间陪她 或者是我工作是努力工作 但是工作结束了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要去聊工作 我也做了努力 她也看得到 但是最后没有办法 那就是没有办法 我是 我本来把它说得很清楚了 彼此也很了解 然后 也没有什么遗憾 感觉有点短 但我觉得其实 但我觉得其实 压力的东西她当时就说我觉得好遗憾 就在一起这么多的 当初十号 我觉得 就没什么好遗憾 你真正这个恋爱是不能拿时间来好 对 那不合适那就找空谈 不能因为觉得时间短 然后做还一直撑着 对 不要去 去拖了对不对 对 短就短呗 反正 短也有短的 那种来谈长了还不应该做朋友 嗯 就是这些 对吧 虽然挺快的 咱俩才二十多天 还不到一月呢 哈哈 还凑齐一个月才多少天 对还差三天 还差两天一个月才来 我们是八号晚上 就在一起还没到一个月 然后就分了 也是挺快 他刚刚叫我下楼的时候 然后 我感觉很慌 然后我就说 他见你们吗 可能他有镜头 我就说把那个 接那个痘 然后他把我接痘的时候 他拿那个 给我抹 叫什么 朱霞 朱霞的时候 然后我看他一碰我离我很近 我就越想哭了 我说你不要帮我这儿 快走开 问一下 我就可能 刚刚他离我近的时候 还是有点难过 那还好 知道 不要离他一紧 就这样才可以 我就觉得 我可能有点心情难过 我也不知道 就突然 伤心了 我把他遮熟 然后他就看着我 我把他遮熟 然后他就看着我 然后他就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转 然后他就 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转 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这样 可能是一个自然的情况吧 也是 因为 因为没有那个爱和心情和 那个 你去谈恋爱 感觉就是一种 就可能是 很伤害 就是 等一下 还我一下 我喝点水 可以帮他杯水吗 水 那两个多月在一起就还是产生很多感情嘛 就还是很好 就是可能虽然想清楚了一个事情 说出来了 但是可能不由自主的难过 我们认识可能不到三个月 感觉像认识了一年一样 感觉很长了已经 不过也很好 至少现在大家回忆都是很美好的 难过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真的是有感情的 虽然我们两个相处时间不多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男孩的 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 我都说了他其实 就我们两个人就单纯地不合适 然后可能他就是对我后来没有喜欢了 但是没有喜欢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控制得了呢 总体来说就是在这一段 你刚好好的相处过程中间 你自己是有什么收获 或者是感受的 自己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就是还是要足够相处以后 再在一起吧 就还是可以成为朋友 就挺好的 我收获很多爱啊 因为周周是真的会很 很会表达爱的一个人 很乐观 从她身上我学会了很强的乐观 然后她那瞬间给很多人带来快乐 然后超级 是一个超级有爱的人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的第一天 好厉害啊 好厉害 你这儿只像一个很小的老药 你这儿只像一个很小的老药 好厉害 但是我看你 mantle 你这儿只能感到一只 不足处来 你这儿只能感到一只 还是要有可能感到一只 你这儿只能感到一只 我记得不过 你这只好 你这只好 当时虽然没有想说两个人能成为情侣 但是后来既然在一起了 也希望这一段感情能够就时间长一点 然后刚才罗浩说 他不喜欢萌萌 不爱萌萌了 这个事其实对我伤害挺大的 就是我觉得挺痛苦的这个事 就是他这个话说的有些太直白了 他应该多考虑一下女生的感受 在这个状况之下 然后再看张晴这种表现是挺乐观的 因为我跟他认识好多年了 然后也经历过很多痛苦和比这个更难过的事情 他都是这个样子 把快乐留给别人 然后表现出我没事或者怎样 然后自己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头目去哭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触动蛮大的 我现在都在猛的状态 就太突然了 对 咱们之前看到的在镜头下看到的他俩都是越来越好 然后突然间就分手 我真猛的 挺可惜的 我觉得恋爱自由 如果两个人觉得实在是不合适 那么我应当即时的分手 分手的时候不要去伤害对方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做得非常好 还可以做朋友 是的 张青和罗浩的这段最后是很遗憾的决定终止了 回到了朋友关系 虽然两个人恋爱的时间不长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给了彼此很多美好的回忆 恋爱时候的甜蜜分手时候的这种遗憾 内心的难过 这恰恰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爱情的模样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次也祝福周扬青 祝福罗浩 希望他们继续能够追求自己的真爱 找到自己的幸福